无量寿经学习班报告之六 尊敬的师父上人 诸位法师同修大德 大家好 残会弟子黄柏林报告题目 贤供遵修普贤大事之德 太上感应篇第二十句 正己化人 正己就是端正自己 化人就是感化他人 正己化人用佛教角度来说 就是我们如何度人 经文 轻贵容 人贵断 勿施小慧伤大体 无界公道遂私情 处忙更当已闲 欲及更宜从缓 无事时莫妄防茧 有事时需要耐烦 勿以诚心而蓄移 勿执己见而俱见 分数明可以省时 悔欲妄可以清新 正直可通于神明 忠性可行于蛮没 人品至此方可言正 这一段白话解释 清贵容 清高最可贵的是要能够容忍 人贵断 仁慈最可贵的是要能够果断 勿施小慧伤大体 不要为了施舍一点点小恩惠 而伤害了大体 勿解公道遂私情 不要借着公道的名义 来达成私人的感情用事 这个私情也可以讲私人的利益 或者是情欲 处忙更当以贤 处在繁忙的时候 要懂得以贤事的心来应对 欲疾更宜从缓 遇到疾事的时候 更应该缓和 无事时莫忘防茧 无事时不可忘记随时防范减点 有事时需要耐烦 有事的时候必须要耐得住烦 勿以诚心而蓄疑 不要因为自己的偏见 而对他人起疑心 修执己见而拒见 不要因为自己固执己见 而拒绝他人的谏言 分数明 就是说 你把自己本身份内的事情 能够做好 可以省事 自然而然 可以省下很多不必要的麻烦 就是可以省事 毁欲忘 把自己的毁欲忘掉 可以清新 自然就可以清新 正直可通于神明 正直的人 可以和神明相通 那么中信可行于蛮墨 中信的人 可以在蛮墨不文明的地方 通行无阻 人品至此 方可言正 那么人的品德 能够达到这样的地步 才可以说是正 这一段主要是在谈正心 其实都在告诉你 怎么去正己化人 比如说 清贵容 你说你很清高 但是 你要会容忍 你要去容忍别人的缺点 你要去容忍别人的缺陷 你要修忍辱波罗蜜 这叫清贵容 那人贵断 你很慈悲啊 但是我们讲说 慈悲要有智慧啊 那智慧就是什么 要果断 心地要慈悲是没有错 但是也要很果断 勿施小慧伤大体 你不要因为施小慧 就是说 我们讲说把佛法当人情 这叫做施小慧伤大体 勿解公道遂私情 那么处忙更当已闲 这就是要有定功了 六祖谈经里面讲的 轮刀上阵 亦得见之 我们凡夫在还没有达到 这个戒定慧开显出来的时候 还达不到定慧等持的时候 我们凡夫在忙乱的时候 我们就忘记念佛了 我们就忘记佛经上所开示的道理 处忙更当已闲 这个闲不是说悠闲 如果照佛家的解释 应该是定功 你每天处理很多事情 但是做而无做 无做而做 那怎么样有办法做到 做而无做 无做而做呢 你要放下那个攀缘取舍心 你平常要有定课 要有早晚课 要有定课的功夫 譬如说你要听经 听老法师的科著 老法师说 一天里你用功 最好能听经八小时 念佛八小时 像2014年9月澳洲静宗学院借学班 连有一天三百拜 念佛一万声 全程直语 大众时间不空过 我一进疗房 大家都拼命念佛送经 经济用功 所以大众法喜充满 此场为什么好 除了物权法师 把大家手机保管起来 没有染源了 加上这些定课修定的功夫 没有这些定课 你定功绝对不会出来 你会心随进转 那么你六根接触六成 你的攀缘心就自然而然 习气就跑出来了 所以六根接触六成 就变成六十了 戒学班道气非常好 尤其是中国来连有 有些女众文法热泪盈眶 为什么 百千万劫难遭遇 有一位老菩萨说 戒律如此重要 我以前都不知道 造那么多业 真是人不骄不知道啊 如何正己化人 华言经讲 信解行正 法华经讲 开始误入佛知佛见 就是正入 明心见性 见性成佛 就是做到了 就是落实 师父讲真干 所以我们学圣贤的道理 最后就是要落实 他告诉你怎么去教化 教化众生 教化别人 老法师说 如果你能够落实 那在佛法里面来讲 诸佛菩萨也落实了 大菩萨也落实了 声闻圆觉也落实了 为什么落实 因为诸佛菩萨 他已经正法身嘛 破根本无名 所以他就是见性 那么圆教出诸位 法身大使 破根本无名一品 也见了法身了 那声闻圆觉 他们也落实了 为什么 因为他们已经破了 见思祸 至少他们已经正觉 所以他们所献出来的 圣人的形象 就代表他们真正落实了 所以一切圣贤教育 一切佛法的教育 最后就是告诉你 落实 就是普贤 使大愿 道归 极乐 就是要去实践 要去利行 师父上人说 佛法本身就是一个教育 那什么是教育呢 是圣贤的教育 老法师说 中国传统教育 就是圣贤的教育 那学佛的目的是什么 就是我们讲的 断恶修善 转凡成圣 转谜为物 就是学做圣人嘛 学做贤人嘛 那用佛法的角度就是说 我学做佛嘛 学做菩萨嘛 因为佛菩萨是至善的人 那儒家讲 至于至善 那这四个字就是诸佛如来 真正做到究竟圆满 至于至善 那个至善就是什么 就是究竟圆满 我们讲长己光净土 就是止于至善 已经离开善恶对待 没有能所对待 性相一如了 能所不二了 大乘经讲 空有不二就是至善 所以我们应该要做一个至善的人 我们应该要做佛 要做菩萨 做了佛菩萨 对一切众生是天经地义的 老法师说 我们现在是凡夫 迷失了自信 尤其是生在现在这个时代 苦难太多 那这些苦难对于人的折磨 固然是让人家害怕 但是也容易让我们觉醒 他说这一半把我们打醒了 醒过来之后才肯回头 真的回头了 彻底回头了 恢复自己的本性 这就是佛 就是菩萨 就是儒家所讲的大圣 老法师说 我们迷了 迷得太久太久了 圣贤教导我们 恢复自信 他有方法 这个方法在佛家讲叫善巧方便 那么要从小教起 小学教育 教我们礼让 老法师说 我们常讲的 少成若天性 习惯成自然 年幼的时候要教导他 慢慢教他养成一个习惯 所以好的习惯 他是从小养成的 所以为什么小孩子 年轻的时候 印光大师说 要教他读文昌帝君音质文 太上感应篇 了凡四讯 就是要让他养成一个 良好的习惯 老法师说 如果你让他养成一个 良好的习惯 他就跟天性一样 所以儒家的教学 从什么时候开始教 从胎教 母亲怀孕的时候开始教 所以母亲心地柔软 慈悲真诚 就影响到胎儿 一举一动都如理如法 为的是什么 为的就是希望小孩子 在母胎里面吸收这个气氛 所以儒家的这个胎教 他很有道理 佛家地藏经里面讲说 有些人胎教真的念一万声佛号 有些人怀孕的时候 他真诵地藏经 那个胎教下来的小孩子 特别能够消他的业障 莫学命中无子 到台北龙山寺 祈求观世音菩萨赐子 发愿吃长素 行善不失 放生祝印佛经 素食利益善书 后来那人真的怀孕得子 怀孕期间 那人一吃荤食泪一定吐 所以十月怀胎只吃水果面包 宝宝也健康庄严 胎教并依地藏经里面讲说 念地藏菩萨满万遍 满月以素斋根亲朋结缘 小儿非常好养育 白天交给如母带 我们下班回来喂食后 小儿便一觉睡到天亮 至今小儿长大 非常孝顺乖巧听话 或者是说 胎教的时候 你给他送大杯咒了 或者是普门品了 这都会影响到他的磁场 这是胎教的开始 老法师说 现在的人哪里懂这个道理 他说你跟他讲 他说这是迷信 老法师说 这个里面有大道理在 但是今天的人 不相信这个道理 为什么 这就是念力跟磁波的影响 你持大悲咒 就是掌养慈悲心 那就会跟这个小孩子的念波会相应 这就是大道理 他说现在的人 他相信科学 他说科学是小道 他说小道不能够解决大问题 这就是我们讲的无名烦恼业力 这必须要用佛法 小道只能把问题搞复杂 把问题搞砸了 现代科技发达 带来社会这些现象 我们都看到了 都体会到了 老法师说 唯有大道才能够解决问题 老法师说 从小要学礼让 那么礼是学规矩 所以我们讲说正己化人 你怎么教育你的小孩 怎么教育你的学生呢 用老法师这个教学 你教他礼让 礼是学规矩 他踏进社会 这一生无论在生活上 在工作上 在处事待人接物上 你要懂得忍让 到你的德行有成就的时候 事业有成就的时候 你在社会上居于领导地位 圣贤人教我们要谦虚 要谦让 老法师说 让是不畏自己 一切让给别人 这是人生的三个阶段 三个阶段都让别人了 你要知道让是性德 是美好的德行 你要能够实践落实 这是行让 一生让别人 给社会做个好样子 现在社会竞争 打得头破血流 人跟人争 团体跟团体争 国与国争 这个世界哪有祥和呢 哪有太平呢 所以佛法里面讲 做食做饭 给社会做一个好榜样 这也是正极啊 这也是一种教化 所以礼让也是一个教化 也是正极的功夫啊 不是说要去争夺 你礼让就是在教化你的部署 教化你的子女 那这就可以教化别人 就是正极化人 老法师说 好事都让给别人 我们努力去做 希望别人看到之后会觉悟 会回头 我们做了 他还是不觉悟 还是不回头 没有效果 不做了 算了 我们错了 老法师说 这是迷惑 我们做了 他没有觉悟 不肯回头 我们还是继续做 这表示什么 我们做的不够好 他才没有办法回头 他才没有觉悟 那么你要继续做下去 老法师说 我们做的不够彻底 不能够去感化他们 所以正极化人最基本的 就在你的团体里面 在你的家庭里面 你要做一个典范 就是做师做饭 老法师讲 做师做饭 你要做一个表率 师就是表率 饭就是模范 老法师说 顺为什么能够感化他的父母呢 为什么有办法感化他的兄弟呢 感化他的邻里相当呢 感化一个国家呢 你们想想看 顺医生是不是从小学礼让 忍让谦让 你如果真正懂得礼让了 那么你忠孝也做到了 有替也做到了 那么就做到坐之君 坐之亲 坐之师 君就是领导 你怎么去领导你的部署 你怎么去领导你这个家 亲就是爱护 培育他 师是教导他 教诲他 他说 我们这个社会上 每一个人 无论在过什么样的生活 无论从事哪一个行业 其实 你都是具足君亲师 这三个身份 所以君亲师 其实就是正己化人的落实 那么完成自己的德行 目的是在帮助别人 正己就是完成自己的德行 你自己的智慧开了 你的德行显发出来了 你就可以化人 如果你自己的智慧跟德行没有成就 没有开发出来 你就不能够教化众生 所以你要怎么做菩萨 你必须要德行出来 你必须要智慧流露出来 你就可以做菩萨 教化众生 所以你要教化众生 你一定要先自己修好 要教育别人 自己本身要先受教育 他说这是一定的道理 老法师说 无论是中国的古圣先贤 印度的这些佛菩萨们 每一个人都是这样的做法 乃至于十方世界一切诸佛 也没有例外 所以我们必须要遵循这一条道路 一定要先把自己修好 有些学佛人本身就是没有把这一条做好 所以以致他就不能够去教化他的家亲眷属 那么这里就有一个故事来跟各位分享 就有一个师姐 那他本身是学佛 那么他的先生在年轻的时候 就把这个学佛的师姐的钱 全部都花光了 把他赌博输光了 所以这个师姐本身心中一直都有愿 那么对他先生 他也觉得他先生刚强难化 那后来 他师兄得癌症 口腔癌以后 要舍抱的时候 一直都没有办法断气 那这个师姐在病房 每天都陪着他师兄 那他心中因为一直有愿 愿他先生在年轻的时候 把他的钱赌博输掉了 他一直没有把这个执着放下来 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那句话 修职己见而俱见 勿以诚心而蓄矣 他先生在医院 怎么样都没办法断气舍抱 那位学佛师姐也很烦 不耐烦 他就不能够做师做饭 不能做君做亲做师 做执君 君就是领导嘛 亲就是爱护嘛 师就是教化嘛 后来 他就去请示 颤云老法师弟子 道政法师 来为病人开示 因为他先生很喜欢赌博 两只手在年轻的时候喜欢赌博 道政法师怎么来化解 他们之间的这个恶缘跟业力呢 你只要正极就有办法化人 感应篇汇编中校中有讲说 一波变转 一波变转以后 然后一挑变现 就是转念而已啊 那道政法师就跟这位口腔癌病人 法师就把病人双手扶过来 法师安慰说 阿弥陀佛 某某居士啊 你这两只手以前 都去做一些不端正的行为 那道政法师 也不好意思说他好赌了 他说这两只手以前 都做一些不端正的行为 那现在我们发个善念 我们来念佛 那念佛的目的要做什么呢 就是要做佛 老法师讲 学佛要做什么 学佛就是要做佛 为什么要生西方极乐世界 要做佛 要做菩萨 那道政法师就跟这个师姐的师兄说 那我们把这两只手 我们拿来念佛 就跟他讲 拿摩阿弥陀佛 拿摩阿弥陀佛 法师就这样带他念佛 后来他也跟着师父 拿摩阿弥陀佛 拿摩阿弥陀佛 等到念到一段时间以后 他那个慈悲心就生出来了 他那个柔软心就生出来了 那道政法师就跟他讲 他说这两只手 以前做了一些不端正的行为 那我们现在把它转化成 这两只手将来成佛以后 拿去做救人的手 做菩萨的手 好吗 那位师姐的先生 他知道他自己一生 这两只手造了很多赌博恶业 跟他师姐结了这么大的怨 那听到师父这样说以后 两行的眼泪就掉下来 就很忏悔 那个忏悔心就生出来 后来就这样流下 那个忏悔的眼泪以后 大概念了三十分钟的佛号 那个师兄就断气了 法师给他开试完以后 大概让他师姐在现场 再继续跟他念佛 大概念几分钟以后 道政法师到隔壁病房去看另外一个病人 在还没有离开以前 道政法师有用大杯水把那位师兄嘴巴 还有他喉癌这个地方 用大杯水给他干露 给他滋润一下 结果道政法师到隔壁病房去 跟其他病人开试的时候 那个师姐蹦蹦就跑过去了 他说师父师父 我先生断气了 我先生断气了 因为他刚开始去跟师父讲说 他先生怎么会这样断不了气呢 也就是说我们一般俗话讲说 怎么死不了呢 因为那个业还在 那个愿还在 还有执着还在 所以他去跟道政法师讲说 我先生断气了 怎么那么快呢 那道政法师说 你不是要他马上舍报吗 这就是什么 我们前面讲说 你要先端正自己啊 那个师姐就是没有正极 他怎么去化人呢 所以老法师说 我们看中国的古圣先贤 印度的这些佛菩萨 每一个都这样的做法 乃至于十方世界一切诸佛 也没有例外啊 我们必须要遵循这一条道路 一定要先把自己修好 所以把自己修好就是正极 能够去度化别人就是化他 叫自觉觉他 觉醒圆满 所以正极事实上是自觉 化人就是觉他 那我们讲四红誓院里面讲 众生无边誓院度的落实 一定要先断烦恼 然后成就法门 断烦恼是要完成自己的德行 学法门是成就自己的智慧 师父上人这段开始讲得太好了 断烦恼是要完成自己的德行 你把执着分别妄想断了 你的性德就流露出来 所以断烦恼是完成自己的德行 那学法门 法门无量誓院学 是成就自己的智慧 他说 我们中国人常讲品学兼优 然后才能够化人 我们身为佛弟子 无论是出家弟子 或者是在家弟子 都有度化众生的使命跟责任 出家在家都是菩萨 所以佛陀教育的成就 佛教教育的成就是菩萨法界 《华言经》里面讲的 《华藏世界》是菩萨法界 《无量寿经》里面说得很清楚 极乐世界不但是菩萨法界 而且是普贤菩萨的法界 我们读《无量寿经》不是有读到 贤共遵修普贤大事之德吗 我们想一想 我们有没有普贤大事之德呢 如果没有普贤大事之德 就不能够往生 这一点要特别的留意 那么贤共遵修普贤大事之德 这是《无量寿经》经文里面的第一句 前面所列的都是上手大众 经文这是第一句 佛是怎么教我们的呢 我们应该怎么学习呢 然后想一想 念佛的人很多 为什么往生的人很少呢 你稍微核对一下经文的意思 留意一下 你就很清楚了 很明白 为什么念佛的人多 往生的人少 因为他没有落实 普贤十大愿 普贤大事之德 那普贤大事之德要怎么 就是要落实 消归自信 没有落实 就不能够往生 那普贤大事之德 关键在哪里呢 就在心量 普贤菩萨的心量 是跟虚空法界一样 真正是心包太虚 量舟杀界 那才叫做普贤菩萨 我们心量那么小 如果你心量这么小 一天念十万佛号 也不能够往生啊 这叫口念弥陀 心散乱 喊破喉咙 亦枉然 如果有普贤大事之德 念一声佛号就能够往生了 哪里需要念那么多呢 他的心形就是佛心 就是佛形 心形相应 怨怨相应 哪有不往生的道理呢 我们要明白 天天念无量寿经 不能够修普贤大事之德 怎么能够成就呢 那么普贤大事之德 无量无边 诸佛如来 共同来称说也说不尽 世尊为我们归纳成十大院 归纳成十大类 所以老法师讲的这个十大院 普贤大事之德 就是真正的做到正己化人的落实 所以佛法讲的最究竟 但是儒家讲的也很好 这各有千秋 普贤十大院做到了 就可以正己化人 那么就可以自觉觉他 觉醒圆满 就可以成佛 这是正己化人最高境界 故说太上感应篇汇编 跟佛法是相通的 是圆满的 惭愧弟子黄柏林报告至此 请请师父上人教诲 请各位法师同修大德 批评指教 阿弥陀佛 黄柏林 这一篇报告 我想我们听了之后 都有很深点感触 正己化人 是我们的愿望 可是我们没做到 我们做得不好 什么原因 他在此地 给我们说出来了 他学生 也是在做这个工作 天天在学习 天天在改革 天天在自信 晚年 他把工作辞掉了 专心做这一段 好事 学佛 一如佛门 最初接着接触到的 就是四红十月 四红十月 是成佛的一条道路 也是 正己化人的 方向指标 第一个要发愿 这个愿 就是大菩提醒 众生无边 是人道 用毛主席的话来说 就是 全心全意 为人民福 他这句话说得好 那在佛法上 不是为人民 是为众生 众生包括人民 人民不包括众生 人民是 设法界里的 就是人法界 六道里的 就是人道 众生全包括了 设法界 都是众云活活 而生起的现象 众生是这个意思 他不但包括 有亲众生 还包括无亲 包括树木花草 包括山火大土 那应该说 整个宇宙一切法 众生两个字 全包括了 学佛法大愿 要度这一切众生 为什么 这一切众生 全是自信的别心 会能大事实的很好 何其自信 能生万法 万法就是众生 众生就是万法 万法皆是众云活活 而生起 所以 众生 实际上 跟我们是一体 我绝了 他没绝 我这个身体 这一部分健康了 那你还有毛病 并不是个真正健康 真正健康的 什么毛病都没有 那真正健康 所以 菩萨要度尽众生 要恢复自己 圆满的健康 就这个意义 哪个地方痛痒 你看手就到了 念知道了 手马上就到了 那么众生多 无聊 无聊不便 什么时候能度了呢 明心皆心就度了 妙 妙不可言 自己圆满了 众生就圆满了 是真的 不是假的 那么阿弥陀佛圆满了 释迦牟尼佛圆满了 为什么我还没有圆满 他得度了 为什么我还在自己 都是不圆满 不圆满 他怎么能成功 在他的境界里 在他的境界里 对于我们 一清二楚 是我们自己 是我们自己 依然迷在 其心动力 分别 执着 当中 那么 其心动力 分别是假的 不是真的 我们 我们把他当真 是怎么回事 在佛菩萨 心目当中 我们都成佛了 一切众生 一切众生 本来是佛 这一句话 是真佛 千真万确 确实是正佛 你看 正佛变成这个样子 使他 没有把这假东西放下 这个假的东西 妄想分别 自主 那怎么应该不该死呢 妄想 在佛菩萨 看 妄想 为什么 佛菩萨没有分别 没有支出 没有其心动力 他看是圆满 是完整 是我们自己产生的悟患 造成这个现象 这个现象是幻想 是假象 不是真相 这个像是了不可 所以今天科学家 对我们帮上很大的劳 帮助我们看破 我们对这个问题 很难看破 你说正是假的 为什么说是假的 这里就深深的 四世真相 我们看不到 我们毫无干错 那就是 你来佛菩萨家 也贪执 三十二亿 百七 对吧 这四世真相 你了解这个四世真相 才晓得 原来真是假的 真是假的 要不要读他 要 怎么读他 画身读他 分身 所画的身 所分的身 也不是这样 众生能感觉到的 依然是 也贪执 三十二亿 被情人 是这么一种事情 三十二亿 被情人 也贪执 我们把它换算成 现在 这个世界 用的时间单位 一秒 一秒钟 能谈几次 第八将 七次 一秒钟 谈七次 那其实 三十二亿 百七年 再乘七 就两千 一百兆 三十二亿 一百七年 是三百二十 兆 三百二十兆 晨曦 两千一百 兆分之也没有 我们有这么一个概念 在以前 没有这个概念 但是聪明人 不需要科学家 提出这个报告 他也能 体会到 就是我们 今天 一秒一秒 这一秒过去 这一秒 能不能抓住 抓不住 掌控不住 它过去了 这一秒过去 第二秒一起来 第二秒过去 第三秒起来 这是什么 生命法 秒秒在生 这个我们能感觉到 一秒钟 年轻一百兆次的生命 我们没有办法 感觉到 没有办法 掌控 从这个地方 真看破了 哎呀 哎呀 人的时间 全瞎 一场梦 跟梦境一样 所以金刚经常 佛在这个经教里 用梦做比喻的最多 为什么 梦每个人都有这个经验 问题 问题 你是不是真正体会到 真正体会到 关于我 不再执着了 不但六臣境界 也不执着了 也不执着了 六根的根 也不执着了 彻底放下了 啊 彻底放下了 这是 余满的善根 佛特 非常容易 急促佛法 这个时候 遇到佛法 能信 能起 能欺负 立根 大车大了 明星界星 是一年之间的 明星界星是你本来没有 一点都不稀奇 好比你睡觉的 做梦 一下想过来 很自然 没有什么特别的 我们世界迷人觉得很稀奇 好有明星界星 好不容 在佛法的 很正常 学习 那么他后面提到 这一份报告 很值得我们做参考 也应该多看几个 对我们很大的歧视 后面提到 佛先生 修净土的人 但是修净土的人 无比的威妙 那 与普贤是愿 那当然 我神的凶我提 没有提 普贤菩萨 跟一般菩萨 不一样的地方 自那里 就是心量大 普贤菩萨 是心包太虚 量重杀戒 一般人 离尽 没有那么大的信量 所以 离尽的功德 很小 普贤菩萨 离尽的功德 无量 无边 无法想象 它诚信 圆满的信 在这个低头一般 圆满信 我们知道 那个圆满的信 也是自信 本具的 我们为什么 比如说 我们迷了 我们现在不是用 真心 我们用妄想 那妄想是 妄想分别之处 用这个 妄想 阿賴 分别 第六诗 意识 职责 摸纳 我们叫 三心 二意 三个合起来 第八诗 第七诗 第六诗 叫三心 二意 是指 第六 分别 第七 指出 我们用这个 念念不识 用的是假的 不是真的 那 那 成佛呢 成佛说 就不能要了 主恩 霸食 臣四肢 就成佛 只要你 不用三心 二意 四肢 菩提 就先进 四肢 是本用 用三心 二意 把他障碍住 他透不出来 那么这 向宗修行的功夫 全是根据这个道理 转食 成智 在哪里呢 六根 接触 六层 经济 连接四 二文身 鼻袖 像 舌肠 胃 身体的 接触 怎么转发 不分别 转第六意识 成妙观察之 一部分别 妙观察行性 转第七识 成平等心之 不执着 一切法复的 执着就不执着 分别 就不执着 所以 不分别 就是不用第六识 不执着 不用第七识 不齐心 不动念 不用第八识 前五识 自然就转了 只要六七转了 前五跟第八 二识 二识 这个是果上转 真正用功夫的 就是第六第七 第六第七是 阴上转 我们现在 努力转这个 这个转了之后 第八跟前五识 自然就转了 连带就转了 那么我们 今天的毛病是 六根结束六层 境界 精进技巧 不但没转了 这夜长 这夜长 夜长不但不能小 天天加重 念佛功夫不得了 念佛功夫不得了 今天这堂课很好 这两片东西 对我们修修 有大利益了 所以 我们向往不行 我们羡慕不行 我们羡慕不行 要把心里要脱开 要能拨弱 那就真正学 不羡慕不上 对人 对四 对五 都要离境 对人的离境 是真诚心的地方 对四的 这个离境 是把事情办好 认真负责 对五 这一般的离境 是把它摆得正气 擦得干净 不是对着一般的 看到它磕三个头 不是 那就搞错了 这真正学 统统都在 日常生活当中 佛法没离开生活 佛法没离开工作 学佛的人 出师代人 结佛 真正做到了 大圆满 所以要细心解惠 要认真去做 你认真去做 用佛法 也就真地 学佛 确实 放到梅先生 所说的 那是 人生 最高的 下手 无论 什么身份 男女老少 过行过夜 通通 可以得到 只要行量 一通通 肯定 万物各模一体 智慧就生下来 自性里的慈悲心 出来 智慧慈悲 神出来 最高享受 为一切众生风 瞬间 善于 不深贪念 贪念是人 没有人 我应该这样做 这本本 应该是这样做 诸佛菩萨如实 我又如实 逆经 我也 没有丝毫 忍恨 为什么没忍恨 是我自性别的 有什么怨恨 所以不其怨恨 真相 显现了 真相 真相是极乐世界 极乐世界就在眼前 真正享受到 自自然然 会全心全意 为一切众生福 佛物是快乐 佛物当中是帮助众生 引导众生 教化众生 教化 用真心 是意 是意在教 用言语 口在教 用身体 是做出榜样来教 神教 身口腻 三文 感化众生 自自然 能受到效果 受不到效果 我们做得不够好 不怪他 他没有过失 这就是中国古人讲的 犯案求助纪 形容不得 犯象助纪 要有耐心 时间久了 妈妈会看我 不要着急 一切得胜不自然 所以我们在一起学习 自己提升 都帮助大家 一起提升 这是很好 学习的方法 教学习的方法 感谢观看